大家好,今天我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使用章鱼三脚架的六种方法 第一种不用我说你也就知道了 当然就是普通的三脚架 只需要把三只脚分别分开 再放到平面上就可以当做三脚架 第二种就是自拍杆模式 只需要把三只脚分别弯曲一下 再调整好角度就可以当做自拍杆 第三种就是你可以把指甲绕在 比如像树干或者栏杆之类的东西上 或者也可以像我一样绕在手臂上 第四种就是把指甲像这样翻上来 前两只脚翻上来 然后再把后面那只脚一眼翻上来 再这样底在肩上 就可以像一个肩托一样 第五种呢 只需要把手机翻上来 然后再把后面两只脚折上来 如果不太稳的话 也可以把第三只脚也给折上来 然后再这样拿着 然后再像这样拿着 就可以当做一个手持稳定器 第六种也是最后一种 只需要把前面两只脚分别张开 放到平面上 再利用第三只脚来控制它的抚养 从而达到像三脚架一样 倾斜的一个效果 好了 以上就是章鱼三脚架的六种使用方法 我希望你们能喜欢 我们下期再见